電單車懷疑在行駛期間失控線低 後面的黑色私家車和紅色貨車見到就及時收制 可惜後面的59X9巴想停下但收不設制 撞向前面兩輛車 於是打死火燈停下 但在快線行駛的另一輛深藍色貨車企圖 企圖割線走的時候 懷疑都收不設制反撼9巴的車尾 貨車頭立即變形損位 於是就縱成了五輛車串燒連環坐尾 巴士車頭擋風玻璃碎裂 星期一上午9點 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禮城花園發生五車廂撞意外 據報10個人受傷 其中一輛貨車的男乘客被困 救援人員到場救援並將他救出 全部傷者由救護車送往人際醫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中事故原因 9巴表示發生交通意外之後 車上5個乘客和1個車長受輕傷 9巴已派員為問傷者 據初步了解 意外發生時有電單車倒地 令到後面私家車突然煞停 隨後的貨車車、巴士和另一輛貨車 同前的車輛發生意外 9巴會配合警方調查事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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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